HELLO 大家好 小編今天要來開箱的是Garmin的Phoenix 5 Plus 那它的外盒跟之前的Phoenix 5是差不多的 後面有它的規格 然後是灰色的盒子 那它這一次Phoenix 5 Plus呢 它的重量是87g 然後待機模式呢 手錶模式是10天 那GPS模式官方數據是18個小時 盒子裡面呢就有說明書 貼紙和電源線 電源線和Phoenix 5共用的 然後表面的部分 它的鏡框這一次採用石墨灰的設計 那按鍵呢一樣左邊三個右邊兩個 基本上你如果你是使用Garmin的車錶的話 你對Phoenix 系列手錶的操作其實你會蠻熟悉的 背面的話就是它的心率監測 跟快拆錶帶 那這次快拆錶帶一樣是22厘米的設計 和Phoenix 5是共用的 Phoenix 5 Plus這次和Phoenix 5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多了Garmin Pay 跟內建音樂的功能 還有它的GPS定位系統 多了一個Galilio Garmin Pay的訂閱系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內建的多彩的地圖 Garmin Pay的部分 小編自己覺得對於在戶外運動相當實用 你出門不用再帶錢包 手錶帶著便利商店都是你的補給點 那它甚至結合一卡通的功能 然後再來是它的音樂功能 音樂功能的話小編實際在測試 耳機的配對阿其實蠻順利的 它也能跟KKBOX結合 對手機的依賴程度降低很多 那GPS部分這次5 Plus 多了一個Garmin Pay的衛星定位系統 那小編自己是帶Phoenix 5 所以也帶著這兩支錶去實測了一下 那我們實測那個GPS路徑的部分 我們就擺在畫面的兩邊 那實測下來的感覺是 搭配了Garmin Pay的定位呢 你在陌生的定位點 就是你手錶第一次定位的時候 其實速度是快很多 但漂移的現象其實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漂移 但是在戶外在郊區的定位 其實還是蠻準確的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 市區的干擾程度 影響會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定位的速度來講 和5比較起來其實是快了不少 最後是內建圖子的部分 這次Garmin除了 再加入了多彩地圖之外 它也整合了以前 他們統計的自行車熱門路線 跑步的熱門路線 這功能對於 常出差在外的朋友 是相當方便的 就是你出差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例如你今天要跑10公里 它可以幫你找出 周遭熱門10公里的路線 甚至是 你要找周圍餐廳 住宿地點 加油站 甚至幫你導航 都可以做到 然後小編覺得稍稍有點可惜的是 5PLUS的電池效能 比Phoenix 5少了一點點 但是 基本上使用完全夠用 那如果你有 長時間運動的需求 例如登山 或是113、226的比賽 那 小編會建議你一定要開啟 它Ultra Track的功能 這樣子 比較有辦法讓你 撐到終點 那最後呢 Phoenix 5 Plus的運動紀錄 再整合Garmin Connect APP的話 其實 這也算是Garmin 一貫的強項 然後 除了它 有質感的錶頭設計 還有 快拆錶帶 還有提供 鈦金屬的錶帶 還有多彩的 錶帶可以替換 其實蠻百搭的 除了你運動之外 工作休閒 也都還蠻 蠻適合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掰掰